洛杉矶静宗学会日前隆重举行祈福电影《大唐玄奘》 即将北美发行上映新闻发布会 洛杉矶各界政要悉数前往之贺 电影《大唐玄奘》由美国洛杉矶玄奘师主持 辛亥法师于2006年3月在美国发起筹牌 2008年正在中国国家电影局备案立项通过 为体验和印证玄奘大师当年学习和修行的历程 辛亥法师就此沿着玄奘当年的足迹 一路朝礼玄奘大师取经之路 参访了玄奘曾经到过的每一个地方 之后他关闭与华士潜心整理素材 正式出版《大唐玄奘》人物传奇图书 为电影存过的拍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2014年3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联合过教科文组织 对玄奘竞争的解读 和2014年9月习主席对印度访问后 电影《大唐玄奘》被中国定位 中印文化交流国家重点文化工程 通过这个片子 把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人物 通过电影来传播到海内外 来凸显中国好故事 民族好人物 让我们传播我们中国的正能量 辛亥法师还欣慰地表示 电影《大唐玄奘》的开拍 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但在拍摄过程中 遇到的艰难也是很多的 比起玄奘大师九始一生的经历 还是非常幸福的 从玄奘大师身上 学到坚人不怕的意志力 佛教有一句话 他是佛门尾弃 我作为一个俗人 其实我给他一个定义 就是宗教英雄 确实是一个佛门的圣人 据悉电影《大唐玄奘》 2015年6月6号 在新疆火焰上开机 2015年11月12号 在新疆雪山正式撒青 目前后期制作已基金委身 将与今年春天 在荧幕上与观众见面 汉天卫视记者王福明 罗杉矶报导